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在上一期的追光笔记视频中 我使用了对焦包围的拍摄方法 来实现景深的最大化 这个对焦包围 也可以叫焦点合成 或者是叫做景深合成 其实说的都是一个事 前期拍摄咱们叫它对焦包围 那后期的操作技术 我们可以叫它景深合成 或者是焦点合成 那说的就是在拍摄的时候 将对焦点分别放在几个不同的位置上 那以我这五张对焦包围为例 第一张对焦在了最前景 也就是我想要的这块冰上 最后一张是远处的小灯塔 在这两者之间 再去找几个其他的位置 分别进行对焦拍摄 那拍摄的总章数 取决于实际的场景中的景深 以及您所使用的光圈数值 为了实现更好的覆盖呢 拍摄的张数当然是越多 它的覆盖效果就越好 但是拍摄的太多呢 后期就会变得非常麻烦了 所以通常我会拍摄五张左右 下面就来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在Photoshop当中 将这五张照片合并成一张的 虽然今天这个视频的后期部分呢 是在Photoshop中完成的 但在我平时的后期工作流中呢 大多数时间仍然使用的是 Lightroom Classic 旅行摄影啊 一天会拍摄很多张照片 而不是只有对焦包围的这五张 那么Lightroom中的图片管理功能 就可以让我更好地收纳 所有的照片数据 未来找起来呢 也会更整洁方便 还有呢就是我这台 50sr它拍摄的RAW文件呢 没有办法在电脑文件夹里边 直接预览 所以啊我要不点开 完全不知道哪一张 是我想要去修的 需要使用其他的软件来搭配预览 那从这几个原因综合来看呢 我就更倾向使用Lightroom 作为我的后期主力软件 首先需要将照片导入Lightroom 进行管理和调色 然后呢再导入Photoshop来做合成 当然第一步 您也可以将RAW文件 直接的就拖进Photoshop当中 进行导入和调色 这两种操作流程的结果呢 都是一样的 甚至呢您还可以使用 Luminar 4或者是Neo 这种带有多涂层管理功能的软件呢 来完成景深合成 那用什么软件 这完全取决于您平时的使用习惯 操作原理呢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保留照片当中 合胶的部分 去掉模糊 没有在胶点的部分 最终呢 拼凑在一起 实现最终都清晰的这么一个结果 本次后期演示所使用的软件为Adobe Lightroom 11.2版本 Photoshop呢是22.4.2版本 在Lightroom当中呢 导入文件夹 找到这五张照片 您看 每一组之间拍一张手 是不是很有用 很快就能找到这五张照片了 那有小伙伴说盖上镜头盖拍一张黑的不是更好吗 在这个光圈优先模式下呀 如果盖上镜头盖 那快门速度呢就会降低到了30秒 那得有多慢呀 手动呢再去调整这个快门速度 就为了拍这么一张黑片 然后再给设置回来 那可多累呀 我这么懒 肯定是直接上手快速解决问题 首先对其中一张照片啊进行调色 调整完毕之后呢 点击操作界面左下方的拷贝按钮 点击全选 然后呢 点击拷贝 复制这张照片的全部操作 然后呢 咱们再选择另外的四张照片 点击界面左下方的粘贴 让这五张照片啊 在色调上达成统一 勾选这全部的五张照片 先点击选择第一张 然后呢 按住键盘上的Shift键 点击最后一张 选中的照片啊 它这个缩略图背景呢 就会变成浅色了 在任意的一张照片上呢 点击鼠标的右键 在Mac电脑上呢 按下Ctrl键 然后加上鼠标按键 选择这个 在应用程序中编辑 拉到这个彩单的最下方啊 选择在Photoshop当中 作为图层打开 点击之后呢 Photoshop就会自动的 加载这五张照片了 将它们以层的形式 放入一个文件当中 最上面的第一层呢 就是我拍摄的前景 也就是当时对焦在冰上的那一张 可以看到它的景深啊 直到后边这块石头的位置呢 就开始变得模糊了 咱们来做一个标记 大概到这个位置吧 从这个往后呢 就开始变得模糊了 所以呢 在拍摄第二张照片的时候 也就是现在的这个第二层 我当时的对焦点呢 就是在这块石头上 所以刚好的完美覆盖了 这个区域的景深 也是清晰的 而第二张照片的远景呢 差不多到这个位置 就开始变得模糊了 可以看到这个石头 虽然是清晰的 但是这个石头的石头尖呢 其实是有一些开始模糊了 所以我们把它的景深呢 差不多算在这儿 在拍摄第三张的时候呢 我将对焦点 就是设置在了这个石头这里边 所以呢 也得到了很好的覆盖 这样呢 以此类推 直到第五张照片 远处的小灯塔是清晰的 接下来呀 咱们就可以开始进行景深合成了 第一步呢 是对齐图层 先全选这五个图层 然后点击菜单当中的编辑 找到下面这个 自动对齐图层选项 其中这个几何扭曲呀 我强烈的建议大家不要勾选 点击确定 Photoshop呢 就会开始自动的完成 对齐工作了 虽然我在前期拍摄的时候呢 相机纹死没动 照片看起来呢 也都挺齐的 但是每次啊 通过这个自动对齐之后 我都会发现 还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偏差 被纠正了 所以呢 对齐这一步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齐之后呢 第二步 咱们点击菜单当中的编辑 选择下面这个自动混合图层 选择堆叠图像 点击确定 然后呢 就会开始自动的堆叠了 当进度条读取完成之后呢 Photoshop就会合并这五个图层 生成一个最终的合并图层 检查一下这个合并图层当中 各个位置啊 是否都是清晰的 每一个细节呢 都是否都过度自然了 如果都没有的话呢 那么景深合成啊 就算是完成了 但是呢 我会发现大多数时候 它的合成结果 都不是百分百理想的 比如呢 我发现您看水面这一块呢 会有一些涂抹的感觉 那么接下来呢 就只能依靠自己手动 去调整这些细节了 首先呢 先隐藏这个合并的图层 其实啊 最终也不会用它 但是呢 现在先不着急删 先把它给隐藏了 然后呢 来查看下边的每一个图层 逐层的来查找 它的问题点到底出现在哪 在每个图层右侧 您可以看到 都已经生成了一个蒙板 那蒙板当中黑色的部分呢 是去掉的 白色的为保留区域 所以啊 出错的问题就在于 本来该是黑色去处的位置 那现在呢 Photoshop判断为白色保留 那么就需要手动 将这些错误保留的部分 给擦掉 或者呢 将错误去掉的部分啊 给恢复回来 选择画笔工具 将多出来的那些不想要的区域啊 把它给涂抹掉就可以了 那如果发现 想保留的区域 哎 不要心被抹掉了 那么选择橡皮擦工具呢 可以将它们给恢复回来 重复使用这两个工具呢 涂抹和恢复不同图层当中的内容 直到这五个图层 最终呢 实现了完美的覆盖 景深合成呢 就算是彻底完成了 如果您对景深合成的 前后期方法 想要有更深入的了解 欢迎收看我的 《城市星者实战课程》当中的 第四集 从前期拍摄 到后期调色 以及修图的 每一步操作 都有更详细的讲解 使用哪种软件来进行后期呢 其实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只有功能性上的差异 那哪个软件用着顺手 用起来快捷方便 可以满足您的需求 咱就用哪个 那有可能用一个软件就够了 需求比较多 且比较复杂的时候呢 就不可避免的需要多个后期软件 来搭配使用的 当然呢 咱们还得考虑到 这个软件的价格问题 是月付费的形式 还是一次性买断的形式 那总之 找到最适合自己需求的 后期软件就好 不同的摄影题材呢 它对软件的需求呢 有很大的差别 旅行摄影呢 可能会使用Lightroom更多一些 而风光摄影 可能使用Photoshop 要稍微多一点 感谢收看 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丽 一个专注于 城市风光的旅行摄影师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